但是這樣做你可能或許還覺得稍嫌不足 那所以我們就還可以再怎麼做呢 比方說我們可以一樣選擇這個導圓角的矩形 一樣啊讓它邊緣一點點就好 不要不要留太多 一些些就可以了 好這邊呢可以叫出我們的漸層 好那一樣啊我們就可以把這邊顏色全部變色零 就是白色的意思 那色這個全部都是零之後呢 那這樣就平平的對不對 不要忘記啦Trader啊現在啊 這個漸層上面還可以設透明度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其中一個口袋 把透明度降低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做反轉 由上至下是有顏色的 所以它可以做出像這樣從有漸層到沒有的效果 那你還可以再去改變一下透明度的一個弧度啊 要是不是要大一些 可以用這個方式啊去做一些反光的利用 那如果說這個反光啊看你要強一點大概就這樣就可以 它就很強烈很白色的反光有沒有 這樣子有個影子這樣就下來了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淺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讓它稍微再做一點透明度的一個設定 不要那麼的白 這樣的話它馬上就會有一個淡淡的一個反光效果就下來了 除此之外呢我們還可以怎麼玩呢 比方說啊我們可以再幫它加一些影子上的變化 我們複製這個母件特別注意到我們這是分開的 都是分開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複製這個最下面這個完整的母件 那我們可以幫它加個影子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母件呢重新變成是一個單色黑 然後在效果下面呢可以選到我們的一個模糊 這邊就會有高濕模糊 那你這邊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模糊的一個比例按下確定 那馬上就變成模糊了 那你要特別注意到當你按下確定之後呢 如果發現這個模糊的效果你並不滿意 想要再調整的話呢千萬不要再重新再選它 我們亞瑟的CS5呢重新去定義了一個備份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說要重新去調整這個模糊的話呢 請你到外觀來 這邊就會有你剛剛所選擇的高濕模糊 所以你點選到它之後你剛剛 模糊的多少像素都在這邊就備有記載 所以你這邊都可以再去改變你要的一個模糊的效果 不然我剛才覺得太模糊了 我再減兩個像素下來 然後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完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移過去 稍微約略有點錯開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說怎麼顏色不對了 這是因為說你的黑色啊放在最上方 所以你要把物件這邊做排列順序把它移到最後面去 那這個時候你再去做微調 那影子的部分的話呢還是一樣建議同學 你要選擇的是怎麼樣 色彩增值 這樣它才會跟下面顏色做相加種的動作 那這邊呢又可以去選擇你要的不透明度 如果你覺得它太深 你可以稍微用刷淡一些些 那很快的這樣的一個按鈕效果就完成 那當然呢 網頁上你常可能就會在上面去做一些輸入的動作啊 你就可以在這邊順便 做一些文字上的輸入 像這樣子我們輸入好這樣的文字之後呢 當然我們就可以去做出一個簡單的說方 然後也可以去選擇適當的一個字型喔 比方說呢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比較有一個文中性一點的字型 好像黑體字啦或是那個原體字都是一個不錯的一個部分 來搭配我們現在這個按鈕的一個 水晶按鈕一個造型喔 那因為水晶按鈕它感覺上是比較時尚的喔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選擇一個太過於 呃 老氣或是書法的文字字型 那我們點選好了這個部分之後呢 我們也可以適當的把我們字句啊 稍微去做一個調整 比方說呢我們可以去把字與字之間的字句在這邊 我們可以稍微設定一下 讓它 開一些 那再來就是航距也可以稍微做一些調整 那完成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呢先對好一個 像這個地方先對好 那顏色當然你也可以稍微調整一下如果 看黑色如果配黃色是很明顯啦 那如果說你覺得太重 那你可以選擇別的顏色搭配 那再來我們就可以選擇下面這個物件喔 然後按Shift去剔除選取文字 好那我把下面的那個按鈕先Ctrl加G group起來 好那我們就可以呢做移動複製了去 把下面這些文字喔順便加上這個按鈕 Ctrl加D可以重複上移動 好所以這個一個基本的網頁按鈕的一個 比方說這樣的選單喔你就已經繪製完成 那再來我們介紹這個長形跟我們方形的按鈕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我們圓形按鈕 那我們可以針對呀 橢圓形的工具 按Shift可以畫出一個正圓形 那這個部分的話同學可以利用這個部分去做 繪製 那我們點選到它之後呢要特別注意到 接下來介紹的是網狀工具 所以我們可以點選這個地方喔 首先呢使用網狀工具之前一定要先讓它有一個基本色 那選擇這個基本色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針對橢圓形 好去做這樣一個上色的動作 好那所以我們這個網狀工具在這邊 好那你可以選擇中間的位置 好去點選它 那點選到它之後這邊就出現一個節點 這個節點呢就可以讓我們去上一個比較亮一點的反光 好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選擇 像這樣一個效果 那完成之後呢我們又可以再去選擇另外一個橢圓 好然後去畫出在它上面的那個圓形的位置跟範圍 那你又可以選擇說我們Ctrl加U先把這個 智慧型參考線先把它關起來 好這樣才不會影響到我們微調 按Alt去做旁邊的一個 對稱性的一個運用 讓上面呢稍微一樣是只有一點點的一個邊界就好 不要整個站滿 好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放大一點點仔細的再去做推敲的動作 好像這樣子 然後你完成之後呢 好一樣我們先點選到它 然後可以選擇你要的一個漸層 好那漸層點進來之後呢 一樣先把兩個口袋 好先設成是白色的 然後選其中一個口袋 好把它不透明度降到0 好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選擇線性漸層重新去刷 好你要的一個方向 好不要由上往下刷 好那它就會呢有從有漸層到沒有的一個情況 好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是我們的放射狀的漸層 那放射狀的漸層的話使用上呢你就可以把亮點位置鞏固好 然後往旁邊去做拖拉的動作 好那它就會有一個像這樣一個亮點的一個反光的一個感覺 好所以這邊就會出現一個主光源 這個是一個副光源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這個大小呢同學都還可以再去做一些調整 好不要我再縮小一點放大一些等等的 好那同學都可以在家裡去做揣摩跟利用 好所以這樣的話就是完成了第一種的一個 好 圓形的一個按鈕的一個效果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我們也可以同樣的畫一個圓形 好然後呢不要忘記啊我們這邊有所謂的一個放射狀的漸層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顏色啊先給它好比方說我們把那個百分之百要回來 然後我們可以先選擇一個比較亮一點的顏色好比方說我這邊打30 好這邊呢打比較重一點好那好了之後你可以交換顏色好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出現啊像這樣一個立體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立體的效果可能還不夠哦我們可以藉由這個漸層來去做一些發揮 比方說我們點選到它之後呢這個亮的地方呢你可以隨時再調整一下讓它再更亮一些 好那我們再次選擇我們要的一個漸層工具去移動到你要的位置 比方說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長度我們可以讓它拉長一些 讓它佔滿整個一個按鈕的位置 好那你當你佔滿這整個按鈕的位置之後呢 我們球體啊要有立體感最先把它分四個面哦 但是現在目前只有亮灰跟暗 好並沒有第四個面那第四個面是什麼呢叫反光 或是叫環境光 所以我們可以讓那個尾巴這個地方 加上一點點的一個反光 好所以我們可以針對這個部分的往前拉 好然後在後面新增一個口袋 好在這個拉罷上面點它就多出一個口袋有沒有像這樣點 好它有出現加的符號就可以點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個三個按鈕不要了 你就可以按著這個口袋拖出來 拖出來好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就得以把 口袋給做刪除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可以點選到最後面這邊來呢點兩下 顏色呢可以往那個淺色 稍微降低一點點 因為發現反光的一個效果就出現了 好一點點就好不用太多像這樣就會有一個反光的效果 而且它會順著這個圓形的弧度啊去做出這樣的一個上色的動作 其實它的反光效果就還不賴了 就滿值得去做一個詮釋的跟利用 那當然這個中間按的地方你如果覺得太偏中間 你都還可以利用我們漸層的控制把怎麼樣再去做一個調整 好然後你再拉大一點它就往下一點點 好那這樣的話就不會改變到 移動到我們的亮點中心 好那這樣完成之後我們也可以借這個 橢圓形的那個 反光亮面呢來去做一個 運用所以這樣的一個 反光亮面的一個畫法 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現在CS5它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漸層透明度的一個利用 我記得在CS3或CS3以前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功能的 好所以你就可以把它點選利用呢對齊把它垂直至中 那你就可以稍微再把它移動上去一點點 好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啊去增加它一個反光的感覺 那比方說像這樣的話呢 你要做一些像撞球的感覺其實像這樣就可以做 好所以你就可以再去搭配你想要的造型 比方說呢這是拔好球類似 好那你字型呢就要換成是一個英文的字型 好那我們把它用粗一點 字句把它關到零 那你就可以去做這樣一個詮釋 好甚至說呢它也有一個圈圈 那這邊你可以再去做一個 前後關係的一個運用 然後水平跟垂直至中 這邊把它群租起來 Ctrl家居群租 移過來放到中心的位置 那調整完了之後呢 好不要忘記它要跟著反光走 所以你把這個反光 上面這個反光把它移到物件的最上方 它馬上就會得到這樣一個反光的效果 好那層次就會非常棒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讓它這個反光的效果更有精神一點的話 你還可以點選到它 好 然後你可以選擇我們要的一個漸層工具 然後你把這個長度拉超過這一條圓形的範圍 這時候呢 那個白色的漸層啊 好就會有一個邊界線 就會出現了 那有這個邊界線的話會讓整個反光的效果會更有那個立體效果 好同學可以用這個方式啊去進行這樣的一個揣摩跟利用 好